妳記不記得妳第一次 就有自己個人的演唱會 上台之前的心情是什麼 很害怕 害怕 對 因為我的第一場就是 愛你那張專輯是2004年 然後在中正紀念堂 然後我們就做了一個 很高很高的一個裙子做的籠子 這樣 然後裡面放了很多鳥 但是其實我很怕的 就是動物其中一樣是鳥 然後牠們鳥都已經放在那個裙子裡面了 裙子很高 所以我非得要鑽進去之後 再從那個裙子的腰出來 還是要經過那些鳥 對 但是因為已經要開場了 所以不得不 我是邊尖叫邊鑽進去的 真的 對 然後要開始的時候 第一首歌是灰姑娘的眼淚 然後快這樣子 灰姑娘 然後鼓就下快 我就知道那些鳥就快 我懂… 歡迎收看今天的月光飽和 今天的月光飽和 我們要來聊一聊 這位漂亮寶貝的音樂故事 她從很小就出道 然後一路你看她很勇敢 但是她也面對到 很多這個媒體關注的風波 對 今天就要來跟她聊一聊 這些事情 然後如何造就今天的她 是的 而且她還出了新專輯 一起恭喜王欣禮 歡迎 女孩子其實很羨慕她白皙性感 會唱歌 然後身材真的很好 這次也 沒有 謝謝… 這次也有稍微的露一下 就是這一張 妳看她那個皮膚吹彈可破 剛好男模特兒跟妳的反差 對… 因為男模特兒就顯得非常的有黑 對不對 對… 我那時候緊張到 我後來看到照片的時候我才說 都沒有注意到人家 我緊張到已經沒有辦法 注意人家的身材好不好 真的 妳剛剛說要謝謝媽媽 給妳生這麼白對不對 對啊 這是遺傳 突破自己的尺度了 這次其實是做滿多不一樣的事情 就是用慢歌當開場 然後不是像以往用快歌開始 就是連打歌的邏輯 然後跟歌詞裡面講的故事 也比較深一些 對 如果沒有接觸過王欣禮 總是覺得她就是 妳知道 俏麗 然後給大家很多那種 活潑可愛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認識她的人 都會覺得她這個女生 其實是還滿剛硬的 之前給大家的感覺 就是會以為我是一個軟軟的軟湯 可是其實我就很想把這個脫掉 之後大家就知道說 其實我也是一個硬糖 硬糖 硬糖 硬糖也是軟的 對 其實我也是一個硬糖 是 硬糖果 對不對 我也有甜的一面 但是它其實是很堅強 不是一碰就碎或一碰就化掉的 所以今天我們要從這個 王欣玲的一些音樂故事當中 來瞭解她這個一路以來有一些 妳深刻的記憶 其實妳的出道跟陶晶瑩 陶子姐的離開我是有關係的 對不對 對 非常… 怎麼會是怎麼樣的關係呢 前面當然是因緣際會朋友… 然後認識我之前的那個經紀公司 然後他們本來就是一個 音樂製作公司 第一次試音就進錄音室 然後好不習慣 18歲的時候就去試音 那時候的公司就挑了 陶晶姐的《離開我》 唱這首歌的時候他們聽到 他們覺得我的聲音的甜跟乾淨 所以才有這些後續 所以要謝謝陶晶姐 而且你知道我覺得《離開我》 她那個歌是很淡的對不對 就是淡淡的 淡淡…對 並不是那種像領悟那種 我愛妳 妳為什麼不愛我 對 我覺得小女生要詮釋出來 然後要讓 為了要讓唱片公司的人知道 妳的唱功 那個時候妳怎麼去 想說要詮釋這個歌 其實我覺得 我那個時候其實是以聲音 音質取勝 是因為這首歌 那時候剛好這樣挑的話 可以很表現到音質 那個音域感 對啦 其實王歆霖嚴格來說 對不對 不好意思 妳也算是小童星 因為她也是 給妳介紹一下 這一位也是小童星 謝謝 我那時候可是Fashion icon 那時候我就在穿豹紋了耶 真的假的 對啊 嚇怕喔 妳這麼怕 對啊 懂不懂 真的假的 對 究竟12歲的王歆霖 是長什麼模樣呢 王歆霖這幾年下來幾乎沒改變 倒是變得更有女人味呢 所以她會走在時代的多尖端 現在流行報12歲就在穿了 那個時候妳是加入一個 童謠合唱團有出專輯 其實是這樣子 因為我媽媽非常會唱歌 對 然後我媽媽是客家 我爸外省人 然後人家覺得我媽媽很會唱歌 所以就覺得我是不是也會唱 女兒應該也會很會唱歌 對 然後他們就是 對 要做唱客家童謠 就跟我媽講說 那不然也來唱兩首歌這樣 然後可是因為我也滿愛唱歌的 對 所以就…去了 妳還記得那時候唱哪一首客家童謠嗎 我忘了 妳故意不記得是不是 沒關係 這種事情 很多以前我們做的事 我們都不會記得 對 這時候我們有提醒就提醒 沒提醒就算了 就算了 林俊益同學 我覺得我都可以懂 開玩笑 你們會唱歌就從那時候 奠定基礎了嗎 但是說到像喜歡流行音樂 總是一定會有一個偶像 啟發妳這件事情 今天心靈也有選了一首 算是 帶妳認識流行歌曲的這首歌是 傷痕 林毅蓮的歌 林毅蓮是經典啦 對啊 好會唱歌 這是妳第一首算喜歡的流行歌嗎 我開始比較懂得要唱歌的 對 是這首歌 那時候 國小五年級這種吧 有可能 那時候就要懂得怎麼樣唱歌 好累的人 沒有啊 國小就因為 一直聽… 妳會想學他唱 所以會唱歌的人 國小就喜歡林毅蓮 像我國小都聽誰的歌呢 曹蘭 有沒有 我的國小是曹蘭 無論妳身在何方 無論妳去到何處 我要妳給我記住 我有人為妳祝福 是… 妳其實根本整首想唱完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今天有一個 心靈的音樂故事很好 可以帶妳回去再唱一唱這些 妳可能已經很久沒有唱的歌了 像我是一個會用音樂跟味道 記很多事情的人 所以的確每次聽到什麼歌 唱到什麼歌的時候 我就會想到 那個時候的我在幹嘛 對 小的時候唱這個歌 跟妳現在唱這個歌 妳的感覺是什麼 小時候一定就是直直的唱 然後高音有到就很開心 小時候還會顧慮到高音有沒有到 有… 很精準 現在要詮釋 對啊 現在要詮釋就 就會比較知道 就是收放這樣來 唱到侯佩晨小姐 在我旁邊開金口 真的 平常鼓掌整半部 不唱就是不唱 跟著妳一起在那邊 就整個人 獨有的天真 唱得多大聲啊 代表有共同的這個回憶的 記憶 對 在那個時候的共鳴 身為她的朋友或家人 最心疼她是說 我覺得面對到很多輿論的壓力的時候 她是一個我感覺不要 沒有說很多的女生 所以我相信媽媽那段時間應該有 媽媽怎麼 妳說不開心的時候嗎 對 我跟我媽不會說太多耶 我也覺得她就是不會講 連媽媽也不想講 我也不是不講啦 是我媽跟我的相處 我們這個部分不會說太多 只報喜不報憂的那種 其實我覺得就是 妳知道愛妳的人在妳旁邊這樣 就夠了 就夠 有時候不需要太多言語 我覺得她是一個很勇敢的女生 對 我也覺得我滿勇敢的 真的喔 妳有沒有去收收金之類的 我也覺得我滿勇敢的 大風大浪喔 妳都是喜歡壞壞的 妳就找這種有沒有 老實的 這樣子講講的就可以了 不會出事啦 但是總之就是身邊的朋友 還有我覺得就是最支持妳的歌迷們 就會希望說 我們心裡面的小公主 永遠是快樂 然後幸福跟被愛著的 歌迷朋友是一個很大的力量 沒錯 像每一次妳的演唱會 或是妳公開的這個歌友會也好 妳總是會選一首歌唱給妳的歌迷聽 這個叫月光 月光 這首歌對妳有特別的意義嗎 這首歌我覺得很溫暖 然後歌詞講的意思也很溫暖 然後這首 我唱這首歌的聲音也很溫暖 就是希望把溫暖帶給大家 就是這樣 確實是這樣 因為我覺得很多時候 或許不用說太多話 把那個溫暖跟關心 傳達給對方 我相信真心的時候 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妳每一次的演唱會 好像都會唱這個歌 妳記不記得妳第一次 就有自己個人的演唱會 妳上台之前的心情是什麼 很害怕 害怕 對 因為我的第一場就是 愛妳那一張專輯是2004年 然後在中正紀念堂 然後我們就做了一個 很高很高的那個 一個裙子做的籠子這樣 然後裡面放了很多鳥 但是其實我很怕的 就是動物其中一樣是鳥 然後牠們鳥都已經放在 那個裙子裡面了 裙子很高嘛 所以我非得要鑽進去之後 再從那個裙子的腰出來 還是要經過那些鳥 對 但是因為已經要開場了 所以不得不 我是邊尖叫邊鑽進去的 真的 對 然後要開始的時候 第一首歌是灰姑娘的眼淚 然後快這樣子 灰姑娘 然後鼓就下 快 我就知道那些鳥就快 啪… 我懂… 那時候還沒有要放牠們 所以那首歌還沒到 牠們還在躁動 妳看妳有多怕妳那個腳 對啊… 就很害怕 然後這個 所以印象一直都很深刻 這個妳不講 我們真的沒有人會知道的耶 就覺得說好美喔 好炫喔 鳥從唇頸裡面飛出來 結果沒想到牠們在裡面 怕了很久的時間 對啊 而且我覺得鳥這樣會這樣子 這樣抓 很可怕 然後鳥會這樣 對… 是 對啊 所以我有點怕鳥 真的 所以之後演唱會 就沒有再裝鳥了 對 沒有 我有一個朋友 他非常喜歡在他的辦公室裡面 養很多的鸚鵡 那個叫趙志強 然後他的辦公室裡面 你的朋友真的都是長輩耶 好 沒關係… 是 然後呢 他的辦公室裡面 永遠你只要門打開就會聽 然後衝刺著整個辦公室 真的 之後我就很少去他們辦公室 所以你很怕鳥 因為有一個戲呢 我要跟鳥一起演出 我本來是沒有害怕的 但是那隻鸚鵡太兇了 它不斷的 咬你嗎 咬頭皮 對啊 所以這邊後來我們演出完 這邊就凸了一塊 對 所以這些過程 真的有很多很難忘的耶 很有趣 現在回想起來都很好玩 然後去很多那種課本上面寫的 地名的地方 對 所以接下來感覺我們要唱歌獻給鳥 沒有 我們要跳開鳥這個話題 接下來我們就要聊 心靈的愛情故事 就是妳心目中有選了一首歌 給妳覺得理想的愛情 應該是那樣的 我覺得這張專輯 有一首歌叫做愛情巨型 然後他是藤井樹寫的詞 然後他是一個很暢銷的一個作家 所以他把愛情寫得很完整 然後我覺得很真 他就是我覺得是比較真實的 不是像以前的一些情歌 那麼夢幻而已 對 我常常會覺得很多事情 我們都會想說我們先準備好 可是我覺得人生的角色 沒有一樣是準備好的 都是邊做邊學習 我外公外婆他們差八歲 我外公是農家子弟 然後我外婆是大地族的女兒 然後他的爸爸又是中醫師這樣 然後可是他們沒有被阻止 但是我外婆一點也不會嫌棄我外公 我外公也很認真 很努力 對 早上都會手牽手到我們家 我外婆家楊桃園外面 他們都會有做一個失憶子 就坐在那邊聊天 然後傍晚的時候 也會看到他們手牽手出去 然後坐在那邊聊天 然後日落 外公離開之前都還是這樣 然後已經過了一段時間了 然後就是有一隻小鳥 只有一隻小鳥 就是飛飛 又是小鳥 又是鳥 只有一隻小鳥 然後飛… 然後飛到外婆的身邊這樣 然後我外婆就叫我外公的名字 跟他講說 他說 我知道妳來看我了 有一天我會去找妳的 就 我媽跟我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雞皮疙瘩就跑起來 就是 我覺得 很羨慕他們兩個是這樣子 互相擁有 然後相守 互相支持 其實我想要只是一個平凡的幸福 就是這樣 平凡但是卻又深刻 是 平凡的幸福太難得了 從頭到尾寫愛情的四種句型 寫得好完整喔 比如說愛情裡面都會有喜怒哀樂 酸甜苦辣 對 都是記在妳的回憶裡 那就是最美最美的 而今天看到王欣霖的確 讓我覺得她有不一樣的表現 而且的確讓我們更清楚的知道 王欣霖真的是一個非常會唱歌 而且對音樂是有執著的女生 謝謝… 希望她可以有一個很幸福 然後很快樂的未來 也謝謝你來到月光寶盒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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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